你今天有个想法 那你怎么去跟周遭你遇到的问题 你觉得有机会的解决的问题去做结合 你不管做什么东西 你要先建立你自己的信心程度 你对你自己的认知是什么 我知道我什么东西比较不能做 因为我在这边我没有信心 在什么东西我能做我在这边有信心 其实我从小就是点子很多 喜欢想一些有的没的 所以我母亲其实很困扰 就是只要买遥控器车给我 第二天就会全部都解体 因为你就拆了这样子 我喜欢摄影 然后我也喜欢画画 喜欢音乐 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的事情 然后做一个跨领域的人才 因为所有的创意创新都来自跨领域 你只有在自己一个领域上面走 你会看不到别的地方